你看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些故事啊 你像我这次去故宫展 我就想起这中华民族的感谢张伯鞠啊 因为蓝亭展里边 我看到最早的末迹啊 就是陆基的平复帖 那么咱们读过记载 张伯鞠先生收藏了 买了 我把一宅子的钱买了 他里面专门也有个展 就是各个时代很多人捐赠的 对 那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在想 假如我今天人到晚间 我自己藏了一个 也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是传给后来呢 还是捐给国家博物馆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它体现一个什么信任啊 就是说你当然是钟爱他 但是你捐给他 你得知道这个博物馆 真是他真的能够保留这个东西 保留好 他不会被人机器压碎 他不会被人拿来额外赚钱 你说很多人这么捐赠 我看到的是一份份心啊 就是说对于这种传承的 这个捐的原因呢 也可以是很复杂的 在不同的时代 但是我就说啊 这个文物啊 这个你刚才讲这个博物馆呢 你真是你在台北故宫 今天看到的 那都是经历难迁 很复杂 对 有些已经去过美国了 但一件都没坏 一件都没丢啊 当年的这个人呢 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捆扎方法 你知道经历这么样的 沧桑这个战乱 对没拍X光照片压碎了 我那个那天看那个一个纪录片 还讲这个卢浮宫 你知道也经历过 当年怕纳粹德国轰炸巴黎 他们就搬 你知道搬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这个法国这个民族 蒙娜丽莎 镇馆之宝 专门用一个密封的车 封着 专门专车运这个蒙娜丽莎这幅画 里面还有一个专人工人 专人一路跟随看管 说因为这个密封啊 做的是如此之好 所以到战开箱的时候 这张画完好无损 这工人呢昏迷了 憋得昏迷过去 而且就是藏在城堡里 那么希特勒来了之后 纳粹德国其实知道 他们藏在城堡里 但是呢 没去动 因为怕啊 你要一动这个 法国民族不投降了 怕他们集体叛变 就是说 你把我们这个东西再给动了 所以他一开始都没掠夺这个 他去掠夺犹太收藏家的 你们想过当初巴黎啊 那么容易被纳粹攻陷 其实这个理由是 理由之一就是要保证 不要一时去分 对 法国人说我们放弃 说这个东西我们要留着 说我们宁愿放弃首都 我们不跟你遇血奋战 到什么最后一枪一袋 然后一砖一瓦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这是为了他们的文化投降 谢谢大家